與少依谷和格拉西莫夫 兩位人兄,又在國際法院中受到通緝 終於,國際法院 向兩位俄羅斯軍頭發出逮捕令 主要是國際刑事法院對這兩位涉嫌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 發出逮捕令 少依谷是俄羅斯前任國防部長 而格拉西莫夫是俄羅斯武裝部隊總參謀長 按道理應該是前線總指揮 他們涉嫌多次襲擊平民和文庸的基礎設施 所以被列入了今次的逮捕令 我們相信他們的逮捕令 主要是他們在戰爭內 包括如何對待戰夫 以及如何轉移拐大兒童的問題 這些都是一個戰爭罪裏面 我們所見的最主要犯下的罪行 當然,我們見到薩蓮斯基 對今次的起訴表示非常歡迎 亦警告所有俄羅斯對烏克拉人犯下的罪行 亦是不可赦免 亦見到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縱容俄羅斯部隊 如何虐待烏克拉人的平民 大家以前看到的,開戰初期的時候 伊爾平和很多不同的鎮 你看到他們對一般平民的敲民 設立一些敲民室 以及將他們處決 像行形式般的處決 對手無寸跌的平民來說 這些都是完全不必要的罪行 但我們都說過了 俄羅斯犯下的戰爭罪行 都不是無心的 亦都不是一時的衝動 而是一種系統性的犯罪來的 這件事都是主要針對 打擊對方的戰鬥意志 以及瓦解對方的信心等等 雖然我們見到 國際法院出了這個第捕令 但是那個執行權利 我們都要依靠之前簽訂了 這個羅馬條約裡面的簽署國 去逮捕這些戰爭罪 或者危害人類罪裡面的人 之前普京都曾經因為這個戰爭罪 最後都沒有出訪到南非 因為南非也是羅馬條約的簽署國 到以上,他需要去逮捕 即是我們所說的法院裡面 出了第捕令的犯人 我們說回邵伊古 邵伊古在俄羅斯總統普京 李申之後 新一任總統之後 將他轉職 即是我們無謂解僱 解除他的職位之後 現在被任命為俄羅斯的安利活主席 上任主席應該是梅德韋傑夫 現在我們看看起訴書 他們有個說法 加拉西莫夫和小伊古 應該要對直接攻擊民用的物件 以及對平民造成過度的附加傷害 這是一個不道德行為 不人道行為 以及反潤累贅的戰爭負責 我們也多次提及他們 對民用基礎設施的打擊 例如在冬天的時間 打擊變電站 打擊發電廠 令到去年或再前年 烏克蘭人在冬天上 要捱臥、捱冬 亦直接間接 累死了不少的烏克蘭平民 以及他們的空襲 又會向民居打擊 亦非常刻意 向民用的設施去打擊 這些都是少不免的 對民居、對電力基礎設施 這種襲擊 都是對烏克蘭的平民 一個很大的傷害 以及這絕對 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我們看看國際法院裡面 今次對調查 沒有特別公開透明講述 包括他們的證人 他們調查的事情 案件的細節 全部都是因為安全的問題 需要做保密的工作 俄羅斯也是例牌 仍然是否認了少伊古的指控 尤其是俄羅斯安理會 現在由少伊古執掌之後 指這些指控是無效的 亦是西方對俄羅斯的一個信息戰 烏克蘭這邊當然是歡迎 亦有大量的影片片段 去支持和主要記錄了 俄羅斯部隊構成戰爭罪行為的佐證 而烏克蘭的總檢察長 亦對調查人員表示感謝 烏克蘭是可以幫忙 如何立案和處理 而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官亦表示 如果之前沒有烏克蘭的幫助 國際刑事法院不可能這麼快 作出這類型的調查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總結 即是俄羅斯 他們系統性地針對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 對全國的電網和發電站 發動很多波的攻勢 造成很大的破壞 令到能源供應斷絕 很多人在冬天的時候 用不到電,用不到暖氣 製造到一定的商網 亦都在這三個冬天 都基本上不停攻擊烏克蘭的電網 現在烏克蘭的電力 已經喪失了一半以上 相對民居來說 他們的軍工企業都大受影響 包括製造無人機 製造防空武器 製造炮彈等等 很多的設施都不能開工 需要等待電力裝置 他們重新回復才能重新工作 國際役事法院 本身都有他們的使命 包括保護平民 一些弱勢的社群 例如婦女 兒童、老人、殘疾人士等等 免受戰爭罪行侵害 但偏偏在這場戰爭裏面 這一批的弱勢社群 即是婦女 遭到輪奸 遭到侵犯 兒童 遭到拐帶 遭到販賣 老人有時被折磨 和判施人士的道理都差不多 而且有時他們的弱勢社群 可能他們真的有冤無路訴 所以法院今次的逮捕令 都可以違向他們的冤屈 來一個申訴 當然 在現實的社會 國際法院很難彰顯公義 包括如何運用到公權力 即使以往很多劣跡斑斑的領導人 都不是幾多個 被起訴之後 可以逮捕 然後要去復刑那些位置 以前也試過 以前試過 蘇丹前總統都試過 是種種滅絕罪 都不是那麼成功可以捉到 那些什麼情況 所以都不是說 那麼多個個案是成功的 以往也試過 南斯拉夫前總統 諾瑟維奇 真的不多 所以 其實那個宣佈 我覺得已經 都算是對烏克蘭人 有交代的了 例如說你真的要捉到普京 你真的要捉到加拉西莫夫 和小伊古 事實上 他們只要比較小心 他們自己行蹤 就不要去到那些簽約國 裡面 就爬文爬武的話 照道理 他們真的躲在俄羅斯境內 大家都有些 吹他不張的情況 當然這個國際法院 也有時候會成為政治的工具 有些國家 都會控告 例如說某個國家的領導人等等 然後 就經過審判 真的需要逮捕 亦都會限制了他本身 人身自由 或者出訪其他國家的議員 以色列 例如我們說 內探尼亞湖 就試過了 包括南非日品 其他的都會有 例如包括 戰爭的罪行 危害人類罪 這兩個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事 當然 俄羅斯相對 亦都有其他的罪行 包括亂捉人 之前華爾街的記者 我們說Evan 到今年 應該都被捕了一年有多 現時仍然被控訴 他是間諜活動的從事 現在看起來 在交換上 仍然未來到這位 Evan 即是華爾街的記者 情況 這就是關於 少姨谷 以及 格拉辛莫夫 他們被通緝 當然 很多朋友都覺得 這些都是 濕濕碎的事 因為他們兩位 應該對這些事 都不會太上心 擺在心的情況 都不會太上心 對 完全 極 谢谢大家